多倫多經濟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否決市議員馬特洛動議 放寬在公園及湖灘飲酒限制 何家碧報導 多倫多市議員馬特洛提出的動議 是在夏季5月21至10月31日期間 實施一項容許戶外飲酒試點計劃 允許市民在早上11點至晚上9點之間 在大有洗手間的公園或湖灘上 飲用含有酒精類的飲品 不過酒精濃度不能超過15% 馬特洛認為疫情下不是所有的市民 家裡都有戶外用地可以享用啤酒 該動議可以讓大家在安全環境下建立社交聯繫 不過市府經濟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在參考公園及鞋召局職員建議後 決定否決動議 意味著連呈交市議會的機會都沒有